我們前面把孟德爾的單性雜交的實驗跟他的準則 他發現了一些遺傳法的講完了 單性雜交我們就發現了整個性狀的遺傳模式為何 但孟德爾就會知道我知道一個性狀怎麼遺傳了 可是一個彎豆這麼多的性狀 性狀在遺傳的過程中 不同的性狀之間會不會有互動呢 也就是A這個性狀的遺傳 會不會影響干擾B這個性狀的遺傳呢 他就很好奇嘛 他就做了這個實驗設計叫雙性雜交 同時觀察兩個性狀 我一直找兩個性狀同時觀察 看兩個性狀之間的遺傳是否會互相干擾 好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例 我們用的是第一個 種子的形狀 孟德爾發現種子形狀有圓跟咒兩種 圓是顯性 咒是隱性 所以代號顯成大跟小R 另外一個是種子的顏色叫黃色跟綠色 所以叫種子的顏色 而其中黃色是顯性 不過我先補充一點 其實這邊講的種子顏色 並不是真正的種子顏色 你們在高一的時候學過什麼叫種子 種子有種皮 裡面可能有胚乳 可能還有胚 胚蟲 胚根和紫葉 種子是個很複雜的結構 你只講種子顏色是什麼啊 事實上這邊所講的種子顏色 指的是紫葉的顏色 因為豌豆的種皮很薄 而且豌豆的種皮比較灰色 它是很薄的顏色 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紫葉 所以我們等下所介紹的黃色種子 綠色種子是指它的紫葉 豌豆是雙紫葉植物 胚乳都被紫葉吸收掉 變成兩個好大的紫葉 所以胚乳找不到 你看的是紫葉的顏色 好 那我們來簡單的說明一下 當時夢德是怎麼做雙性雜交的 夢德的實驗設計都是一樣的 所以夢德的實驗設計算是單純 你單性雜交的實驗設計你了解 雙性雜交完全是一樣的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開始 其實這個圓咒跟黃綠 夢德在第一個實驗所謂的單性雜交 就已經做過了 對 黃綠跟圓咒 所以它手上一定有 黃色種子純品系 綠色種子純品系 圓形種子純品系 跟皺皮種子的純品系 它當然都有了 所以它做雙性雜交的時候 材料都有了 好 我們來看它怎麼做 先看清代 清代呢 按照過去單性雜交的準則 拿一個顯性的純品系 跟一個隱性的純品系做雜交 好 那以這個雙音雜交來講 什麼叫做顯性的純品系呢 就是又圓又黃對不對 形狀為圓 而顏色為黃 圓是顯性 黃是顯性 都是純品系 好 跟另外一群植物做 所謂的人工壽粉做雜交 就是皺綠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描述呢 這叫做雙顯性純品系 這是雙隱性純品系 同時只有兩個性狀 所以實驗設計跟單性雜交一樣 好 接下來 雜交之後 這也是這個實驗過程中 唯一的一次人工壽粉 我把皺綠的花粉 沾到圓黃的柱頭上 或是圓黃的花粉 沾到皺綠的柱頭上 好 就讓它人工壽粉了 接下來就生出了F1 F1的結果 跟單性雜交的結果一樣 就是清代中的各種不同表真 到了F1 只有一個表真表現 其他的表真都沒有表現 那F1表現什麼表真呢 就是圓黃 只有顯性的表現對不對 接下來F1 繼續讓它自花壽粉 我就寫個自交吧 讓它自交囉 自交得到了F2 好啦 F2按照單性雜交的說法 F2所有的表真都會表現出來 那請問大家 如果種子的形狀有圓跟皺 顏色有黃跟綠 兩種形狀做排列組合 F2它可以表現所有的表真 請問這邊的表真會有幾種 幾種 兩種嗎 想一想喔 我的種子也形狀有圓跟皺 兩種 顏色有黃跟綠 兩種 越來越多了 會有幾種表真 四種 哪四種我寫一下喔 圓黃 我現在只看表真 你那個16種是基因型吧 或是更複雜以後再提 圓黃 然後圓綠 然後皺黃 皺綠 對吧 就這四種表真都出來了 那夢特就是詳細調查這些指代的個體數 好 得到的比例是 9比3比3比1 當時夢特得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他的燈泡就 啪響起來了 他已經了然於心了 其實他就可以借這個數據 提出他的第二遺傳定律 叫做自由配合率 那各位說 為什麼9331就可以提出第二遺傳定律 什麼一數啊 聽不懂呢 對不對 好我這邊先停一下 先講講 國中或是有些高校老師會教你們做棋盤方格的運算 對吧 棋盤方格的運算怎麼運算的呢 我略提一下 如果今天我不要只看表現型 我把他的基因型也放進去 圓黃 圓我用大大 純品系嘛 黃是大Y大Y 而雜交的對象是小R小R小Y小Y對不對 接下來得到F1 就是大R小R大Y小Y 然後做自交 大R小R大Y小Y 你們所做的那個棋盤方格 其實上是F1的棋盤方格 到底大R小R大Y小Y做自交之後 為什麼指代會是9331呢 我們就來看你們以前所學過的棋盤方格 好請看畫面右上角是整個實驗過程 清代然後是F1 F1的基因型是不是大R小R大Y小Y 好接下來這個圖示中 圓圓的黃就是圓色的黃 這個有人有角就是皺皺的 有些種子是有人有角 有人有角代表你是皺的種子 不光滑不圓滑 好先把圖示搞清楚 很圓就是圓 黃就是黃綠就是綠 有人有角就是皺皺皮 好現在我們來看棋盤方格怎麼做 棋盤方格其實是以這個個體 來做自花授粉 然後你看他做什麼事呢 他說當你的基因型是大R小R大Y小Y 你所產生的配子 是不是有四種可能 就是大R小R大Y小Y 其中R要分加Y要分加 同圓染色的互相分離 成對的遺傳一直得分離 所以他所形成的配子 應該有大R大Y這一種 大R小Y這一種 小R大Y這一種 跟小R小Y這一種 是不是四種 他就把這四種列在這裡 一二三四 好講到這是那個精細胞 熊配子 而這是軟細胞 就是磁配子 我讓他們自由受精 每一個配子都可以有受精的機會 你有四種我有四種 受精的結果不就四四十六種嗎 這個棋盤方格列出來就是 受精後的核子有十六種基因型 然後就表現出他的表現型 好那我們來看 以七方方格來計算 其中圓跟黃 我打勾勾 圓黃是不是這邊標的 大R大Y表現嗎 這個大R大Y這個大R大Y 這個大R大Y這個大R大Y 就是圓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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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黃圓黃圓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不是九種 所以以前是 所以它現在是 幾乎多 對以前你是 同時就比如說A小A 跟A小A做受精 那是單性雜交只有A這個精 那現在是R這個精 跟Y這個精 同時看 所以雙性雜交你的其中圓黃圓黃 一定是四乘四 因為你看代號 這是A 大A小A是不是有A 這個代號是R跟Y 兩個 你說的很好 等一下我教各位 如果我今天用棋盤方格算 三性雜交怎麼算 所以你先讓我講完 然後我再跟你講 不要用棋盤方格 比較好 那依照這個算法 圓黃是不是九 那圓綠呢 我打圈圈 圓綠有三 那黃 還有什麼 咒黃呢 打三角形 也是三 對不對 然後 那個咒綠 我打正方形 就是一 哎呦 用棋盤方格 可以算出九三三一耶 好棒棒哦 跟孟德觀察到的數據 一模一樣耶 大家有發現一件事 你用棋盤方格 算出了理論值 孟德的 做實驗算出來的數據 實際值跟理論值一樣 你就覺得 哇通了 請問你知道通了什麼嗎 棋盤方格算出數據 跟實際數據一樣 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用棋盤方格 沒有表現出來哦 所以我各位 跟各位說 先把棋盤方格丟一邊 我等一下再回來回棋盤方格 因為棋盤方格的應用 你必須更細膩 那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回來這裡 當時的孟德 到底怎麼解釋他的數據 嘿嘿 我們來看看吧 當時孟德這麼想 如果 我先看我第一組 單性雜交的實驗 我如果是 清代是 圓跟 皺結婚生小孩 這是 雜交 我得到的 F1 太快了 得到的F1 是不是全是 圓 我得到的F2 我得到的F2 是圓跟皺都有 圓跟皺都有 圓跟皺都有 對不對 其中是 1比3 對不對 那另外一組實驗呢 是 黃跟綠雜交 這是單性雜交的實驗哦 所以這個實驗條 早就做完了 然後F1 全是黃 顯性 然後他的第二指帶 這個F1 自挖獸得到的F2 有黃跟綠兩種 而中間的比例是 我是不是寫反了 3比1 我寫反了寫反了 3比1 3比1 好到這裡 那這兩組實驗數據 有什麼關係呢 各位 孟德的數學非常好 所以他對數字很敏感 如果我改用機率的角度 圓跟皺雜交 到了F1 到了F2 F2的圓 是不是佔4分之3 皺佔4分之1 因為3比1 其實就是4分之3 比4分之1的意思 對吧 而這邊的黃跟綠 3比1 其實就是黃的機率是3分之3 綠的機率是4分之1 就會出現4分之3 比4分之1 就是3比1 現在他到了雙性雜交 請看哦 我現在F2 又要圓 又要黃 圓的機率在這 4分之3 黃的機率4分之3 所以又圓又黃的機率 是不是16分之9啊 好那我圓跟綠呢 圓是4分之3 綠在這裡是4分之1 所以又圓又綠的機率是16分之3 好 又皺又黃也是16分之3 又皺又綠就這個機率跟這個機率 同時發生就是16分之1啦 4分之1乘4分之1 9331 符合啊 大家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發現 他怎麼解釋它 我要又圓又黃 就是圓的機率乘以黃的機率 你不覺得這樣的算法很耳熟嗎 你們在高一吧 是不是算機率是高一上的數學 對不對 高一下對不對 數學有一個法則叫做乘法法則 或叫乘法原理 或叫乘法定理 內容非常簡單我念一下 兩個獨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 為單獨事件機率之乘機 所以叫乘法定理 A與B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 為A事件的機率乘以B事件的機率 對不對 好大家孟德爾當然知道這個 所以各位他就善用了這個乘法定理 我再念一遍 我又要圓又要黃 同時發生的機率是圓發生的機率 跟黃發生的機率的乘機 果然是一樣的 理論上是9分之9比3分之1 就是9比3比3比1 他得到的數據也剛好是9331 Bingo 大家那孟德怎麼解釋他 孟德的解釋非常聰明 我現在把乘法定理再念一遍 兩個獨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 為單獨事件 單獨發生機率之乘機 他得到 我用乘機可以算得出來 代表什麼 這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 竟然可以用乘法定理解釋 代表這兩個事件互為獨立事件 乘法定理的一開始我就強調了 兩個獨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 獨立事件 他反過來解釋 我可以相承得到他的機率 代表這兩個事件為獨立事件 所以他就列他就提出他的第二遺傳定律 叫做自由配合律 就是圓的遺傳和圓跟皺的遺傳 與黃跟綠的遺傳互相為自由配合 互相為獨立分配 也就是不同的性狀遺傳過程中 不互相干擾 不同性狀的遺傳互為獨立事件 既然是獨立事件 你就可以利用機率上的乘法定理 他先發現可以用乘法定理 就代表他一定是獨立事件 他反過來解釋 獨立事件同時發生 使機率為成績 他發現可以成績計算 代表你們兩次獨立事件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第二遺傳定律是什麼內容 就是自由配合律 或叫獨立分配律 指的是 你在生殖過程當中 兩個不同性狀的遺傳 會互相獨立 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我們知道所謂的遺傳因子 就是所謂的對偶基因 不同的對偶基因 在遺傳表現的時候 不會被對的對偶基因影響 例如大R跟小R的遺傳方式 跟大Y跟小R的遺傳方式 互為獨立 你R不會影響Y Y不會影響R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當然下面有多細節啦 包含你在形成配置的時候 是互為獨立事件 你在受精的時候 也是自由排列組合 也是獨立事件 不會說R跟Y在一起 都比較容易得到 大R比較容易跟大Y一起受精 比較少 所以在形成配置時 就是解除非列的形成配置時 跟受精時 都是隨機的 所以這兩個互為獨立事件 是這個意思 好 那當時夢得 是直接從結果 哎呦 竟然符合成法定理 當然是獨立事件囉 如果你今天一定要用所謂的 棋盤方格來解釋的話 大家 我們來講講 如果你真的要棋盤方格解釋 我要怎麼很細膩的用棋盤方格解釋 什麼叫互為獨立事件 請看 從這裡就開始要講了 為什麼大R小R大Y小Y 產生的配置 就是這四種 大R大Y大R小Y小R大Y小R小Y 為什麼這四種 而且這四種是等值的 比例是1比1比1比1 其實以機率來講叫做四個嘛 所以這在四分之一機率 這在四分之一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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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1比1比1比1呢 請看 因為我已知R的遺傳 R的分離跟Y的分離 互為獨立事件 所以我們分開看吧 R有大R小R 所以你得到大R的機率是1分之1 你得到小R的機率是1分之1 你得到大Y的機率是1分之1 你得到小Y的機率是1分之1 而這個配子同時獲得大R跟大Y 是不是1分之1乘2分之1 為什麼可以乘 因為R的遺傳跟R的分離跟Y的分離 互為獨立事件 所以在形成配子時 這邊寫的1 2 3 4 為什麼是1比1比1比1 其實就要解釋 因為我在分離時 Y的分離跟R的分離互為獨立事件 所以當我得到一個大 一個大 兩個都是大 就是1分之1乘2分之1 那一大一小呢 大R機率1分之1 小Y機率2分之1 也是1分之1 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配子也是這樣 1比1比1比1 1分之1 接下來讓他們自由獸金 4種配子跟4種配子獸金結果總共有16種 而這16種均值 所以這個機率是1分之1 這機率是1分之1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獸金是 這個獸金跟這個獸金同時發生 那就是兩個機率的成績 1分之1乘6分之1 所以這裡是16分之1 每個格子都是16分之1 所以在形成配子時 是自由配合獨立分配 所以機率是可以分開 可以用成法定領算 然後到了獸金之後的結果 為什麼這位的機率是16分之1 因為它是1分之1跟1分之1 如果今天我的結果 我跟你講 這個生物很特別 這一個獸金蠻特別的多 其他都好少 它就不符合每個都16分之1 為什麼這多呢 因為這兩種配子很喜歡獸金在一起 那這時候你的獸金 就不是自由排列 也不是隨機事件了 它就不會符合機率上面的成法定理 那你原來要算起來 全部符合成法定理 代表不論是形成配子時的 同源染色裡分離 不同不同源同源染色裡自由組合 都是獨立分配的 連獸金也是獨立分配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用 集團法格來解釋 其實要講得很細膩 為什麼這邊是1111 為什麼這邊是16分之1 都要了解一下為什麼 但是回到孟德 孟德根本沒有用棋盤方格 我直接用機率的成法定理 就算出16分之9 16分之30分之1 就證明它是獨立事件 就好啦 就不用像棋盤方格這麼複雜了 好 這是雙性雜交的內容 好 那解析了 我們來做一下結尾了 我們剛用到的成法定理 對不對 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機率為 單獨發生時機率之成績 另外一個法則叫加法原理 或叫加法定理 你們可能也聽過 就是A事件跟B事件 A或B 而不是右 A事件發生也可以 B事件發生也可以 其發生的機率為 兩個單獨事件機率之核 這叫加法定理 好 那這個加法定理跟成法定理 我們今天的這堂課的後半段 我們就會應用到了 你就知道 什麼是用加法 什麼是用成法 A與B要同時發生 請用成法定理 A與B任一個發生都行 就要用加法定理 A或B 好 那最後我們做一下結尾吧 當時孟德爾做雙性雜交 挑的是種子形狀 跟種子顏色 對不對 那我們後人說 孟德爾這是太狗屎運了 因為這兩個性狀 剛好基因位於不同染色的以上 所以它會是獨立事件 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竟然基因型是大A小A 大B小B YA 我要形成配子囉 我形成的配子是不是有 大A大B 大A小B 小A大B 跟小A小B 這四種 為什麼 因為我得到大A的機率二分之一 我得到小A的機率二分之一 我得到大B的機率二分之一 我得到小B的機率二分之一 好 也就是 如果同時大A大B 就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同時都要大A小B 四分之一 就是這樣子 1比1比1比1 所以這每一種配子 數量是一樣多的 各佔四分之一 比值為1比1比1比1 但如果今天 這兩個基因 這兩個基因 A跟B基因 就這麼恰好 位於在同一對染色以上 這是大A這是小A 對不對 這小B這大B 好啦 我先同一對染色 一分離 形成配子 你會發現的配子 都是大A連著小B 這一個 另外一個配子 就是小A連著大B 因為它位於同一條染色以上 我這邊舉的這個例子 種子顏色跟種子形狀 剛好位於第1跟第7對染色體 所以孟德爾的實驗就漂亮了 但如果那一年 他做實驗室 拿花色跟種子顏色 做雙性雜交 數據會醜到爆 爆到他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染色體 他也不知道 一條染色體上有很多基因 他不知道的 所以後來的人 當然有些 所謂的馬後炮 事後諸葛 有人其實懷疑 孟德爾的實驗 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數據藏起來 不好看的數據藏起來 叫做選擇性發表數據 對 甚至在有些評論 更酸啊 更鐵血說 孟德爾的數據會不會太漂亮了 孟德爾有沒有可能假造他的數據 甚至有這樣的討論 等等 好那孟德爾的實驗 我們再次說到這 以上是雙性雜交的說明